小丁啊在家呢 说饭了没啊 月月你回来了 妈今天工作累不累啊 最近工作挺忙的 其实有点累 那你信过来月月 哎呀月月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妈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就行了 我几个朋友啊 都说要出一理由呢 我也想给他们一块去 可是我手里的钱不够 啊就这个事啊 那你还差多少呀 差三千块钱 没问题吗 我现在就转给你 哎好谢谢你啊月月 不客气吗 哎好了 哎小丁 去给月月倒杯水喝喝 妈不是你不会倒吗 哎呀没关系的妈 我不渴 哎呀他上班上一天了 挺累的 回来了你给他倒杯水 咋的啊 行行行我去倒回去 哎月月 你也坐这儿歇着 行 哎 小丁啊 你说啊你 这月月下班了 跟你说话 你那是什么店头呀 妈 你看看你 干嘛非要讨好她呀 咱们也不倒好她能行吗 她娘两个多有钱啊 你看 我说出一理由呢 给她要个钱 要多少给多少 这月也坐火呀 行了 妈 我知道了 哎呀这怎么还不回来呀 哎呀 哎呀 儿子 月月 你们两个回来的 哎呀 我等你们走 东西了 妈 我累了 我先回房间休息 去休息吧 这些俩都是男还是女孩呀 哎 妈 那个医生啊 我认识 他也跟我说了 你看看你这儿表情 到底是男还是女孩呀 他说孩子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这是女孩呀 他都说挺漂亮的 这80%肯定是女孩呀 哎 这怎么是女孩呀 这肚子怎么那么不争气呀 你分次了这 好吃的好喝的 照顾他 竟然换个丫头骗子 你说这打败呀这 学习哥不是的 你们在那说什么呢 女孩怎么了 这女孩我也喜欢 哎 行了 妈 别说了 走吧 哎 这还真是个女儿呀 月月 你说说你 这怀孕 这家里的什么活 没让你干过 好吃的好喝的 都经常你 没想到 你的肚子呀 一点气都不蒸啊 你竟然生个丫头骗子 我告诉你 你得补偿我们家 这不管是男孩女孩 他总是你们家的孩子吧 你们怎么还问我要补偿呀 行了行了 别说这么多了 等你哥来了 让你哥给孩子 多操点红帽 毕竟他这么有钱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这我哥他愿意给多少 这是他自己的心意 难道 你要让我问我哥要呀 反正你要给我们家 有点时间的补偿吗 你 他哥来了 我也看没有 来了来了 他叫我你来了 是 那刚刚再来 刚刚再来 哥 让我问候我外甥女 哥 妹妹 做我外甥女啊 你长得真像 真可爱 是吗 哥 这当时 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医生就说 这个宝宝长得很漂亮 哎呀 你看啊 舅舅来了 不知道给你拿什么 哎 这是见面里十万块钱 拿好了啊 哥 你给这么多干嘛呀 没事妹妹 我就是一个外甥女 我当然要疼她了 谢谢哥 哎 哥 你也饿了吧 啊 呃 我去做吧 月月 你喜欢吃什么 我做给你做的 你们啊 你们啊 在这好好说说话 妈 没关系 你做什么 我都喜欢吃 那行 你喝你喝 好好说说话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嗯 好 哥 嗯 你看他长得 是不是也有点像你 嘿 你要这么做 确实有点 哎 我问你 昨天我哥 给孩子的那张卡呢 我不知道 我没看见啊 你们就别在这儿装了 什么叫你们没看见啊 那卡 明明我放在那里的 现在怎么没有了 这咋了 我拿了 哦 那张卡呀 哦 是我拿的 我不是看孩子还小吗 放在身上就不安全 我就拿了 你放心 我不会偷偷用的 刚才还不承认呢 说自己没有拿 现在又给自己找了一个这样的理由 陈小天 你什么意思啊 你拿我哥给孩子的卡 那些钱 是我哥给宝宝的 你凭什么拿走呀 哎呀月月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是福西 这卡 谁拿着不一样呀 你 小天 你回来了 妈 都不做饭了 哎 小天 我跟你说一下 你看 这月月 这生了贵妮 不行啊 我们家 不能断了货 让她还在怀疑 让她带给你生个儿子呀 妈 你上次 没听见月月 跟她哥打电话说 不想生二胎吗 儿子 你想想 月月 生个贵妮 她哥来都给十万块钱 如果月月 再回来呢 如果生个男孩 你想想她哥能给多少钱 可是 话是这样说 但她不想生二胎呀 她不想 这是忧的她 我告诉你 她如果不生二胎的话 你就 下下她 就说 给她立会 让她赔给我们家 五十万 看她怎么说 妈 你说这 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这家里 你就听我的 试试干 行 妈 这招 还是你高明 儿子 这不是快 饭满盐酒了吗 到时候啊 你给她哥 多有点钱 行 妈 我都听你的 反正她哥 这么有钱 是是 儿子 不用 白不用 行行 去 现在妈 妈给你做好吃的 好好好 去吧 去吧 岳岳 你这扶档哥俩 谁干的 就是呀 今天半晚月久呢 这客人都到了 你什么态度呀 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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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哥哥 哈哈 你说的你人就来了 还没去把东西呀 就是就是 哎呀 干嘛坐呀 坐坐坐 妹妹 你这怎么了 怎么看着 不舒服吗 这是 哎 没有什么不舒服 可能啊 昨天晚上她没睡好 妹妹 我这看着不像 没有休息好 怎么回事 你跟哥说 我告诉你们 昨天你们两个说的话 我全部都听到了 哥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 想让我给他们家 生儿的 其实啊 他就是想套路 咱们家的钱 他们说 你有钱 想趁着这一次 半满月酒 问你多要点钱 而且 他娶我 根本就不是真心爱我的 他就是图了咱们家有钱 行了 你们两个 从他够深啊 哎呀 月月 你怎么说话呢 就是 你说什么 胡话呀 我说的是胡话吗 你们两个自己说的话 难道你们心里不清楚吗 还有必要在这装吗 就是啊 我妹妹啊 从小就不喜欢说瞎话 再说了 她可能骗我吗 当初啊 我妹妹给你结婚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但和我妹妹啊 不要跟着你 我寻思啊 无所谓 想的是多给你点钱 想你对我妹妹好一点 没想到啊 你们一家 竟然是这种人 贪心不足 之前我妹妹都跟我说 她是个闺女 你们两个有意见 再说了 闺女怎么了 闺女不就是你们家孩子了吗 对 对 哥 你说的对 这男孩和女孩 都是我们家的 这我们啊 不该老四季 老朋友 这女孩我也喜欢 是是是 都喜欢 行了 别装了 既然你们这么不 再见我妹妹啊 行 那我今天啊 就把我妹妹带走 这 什么 哥 你怎么能把月月带走呢 你要把月月带走了 我们家哥怎么办呀 就是 这 我月月给我儿子 他们两个赶紧做好呀 这都游戏孩子 你把他带走 我们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行了吧 我看你们是怕没有钱花吧 你们两个不用再装了 妹妹 抱着孩子 我们走 哎 哎 哎 太久 月月月 等一下 请把我哥给孩子的那十万块钱拿过来 我 十万块钱吧 行 妹妹 不用理他们 那钱啊 我可以直接动结 咱们走 哎 月月 你不能走呀 月月 妈 妈 这怎么办呀 哎呀 怎么办 咱们 月月 给他批你走去呀 对对 走 走 走